香港新盛代唱作女歌手Alan卢凯彤 在香港的九龙湾国际展望中心 举行首个个人大型音乐会 虽然现场只有700来个座位 但是座无虚席 这名年前决定脱离女子组合H17 单飞的她最后获得了成功 Alan在台上预备多把吉他 让她可以随心所欲的自弹自唱 引领现场观众把气氛推到最高点 中文字幕提供 而先生台下捧场的演艺界嘉宾 更加是重量级 包括陈奕迅 何韵诗 三文曲女方大同 薛凯奇等等 方氏康莉像连体婴儿般 连日来在香港出双入队 就连知道有媒体拍摄 都旁若无人的窃窃私欲 可见其关系的融洽 而没有荣泽而陪伴的何韵诗 更是一边听一边跳 看得出对卢凯彤相当看好 唯一例外的是歌神陈奕迅 原本陈奕迅看秀的他 因为媒体突然出现围拍 影响了他的雅性 脸色突然一沉的陈大人 最后跟示意记者赶快走开 连卢凯彤都表示 直到他来很紧张 有一点因为陈奕迅是今天早上 才告诉我们他会来捧场 有一点紧张因为平常都是 站在他后面当他的吉他手 突然要在他面前唱歌 而且我选了一首他的歌曲来唱 叫做《道带人生》 唱的时候有一点忘词 也是因为突然想到陈奕迅在场 可是我相信他是喜欢的 因为听说唱片公司的人说 他离场的时候也买了一张我的新专辑 最近殿堂级组合 Beyond的鼓手叶世荣 在北京与比他小22岁的 模特女友宣布结婚 新娘子同时被揭发 原来从儿时起就已经是Beyond 特别是叶世荣的歌迷 消息震撼华人娱乐圈 但原来在西方演艺界 此种风气早就出现 连卢凯彤的首席偶像 爱尔兰反传统歌手 Stinit Oncana 也大张旗鼓地在网站征婚 并最后嫁给了自己的歌迷 罗凯彤得知后坦言不可思议 但是也不排除日后 效仿偶像的做法 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很酷的 唱一些非常另类的歌曲的 女歌手 可是他竟然会这样做 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人 是会变的 我觉得接下来我也要在微博 或者在我自己的脸书 不要收集多一些歌迷 以防有一天我需要增纹 想问听什么类型 没有所谓 最重要还是喜欢音乐 不用最重要是喜欢我的音乐就可以了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